长河6号这次的任务呢 是要在越背去取样 和长河5号相比呢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节点 就是我们增加了中继 这样的话呢 会在我们整个的飞行过程当中 又加入了新的队伍 也增加了新的风险 因为中继的这个条件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自主的功能就要增强 为了完成这些国际载荷的这些搭载 我们就要提供适当的适应性的一些条件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其他的设备就要提出一些挑战 我们这次的任务 这个相对比较时间比较短 比较紧急 这是比较有研制基础的项目 我们优先选择了他们 这些任务呢 只是我们应该说探月工程国际合作的开始 后续呢 相信我们探月工程会有更多的这个新的国家 把新的队伍参加进来取得更多的成果 我们到月被采样 是主要是对这个月球的这个形成 到月球的一些科学发现 我们提供一些新的素材 对以后的这个任务呢 从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上来讲 包括我们整个系统的飞控能力上来讲 我相信会提供很多重要的借鉴 对于月球 我们毕竟采样只开展过一次 国外也就开展过几次 所以月球还是很大的 可以采样的地方很多 这个选举什么地方 开展采样拿回来更有意义 对科学家们这个应该说 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成果 更有作用 结合工程上和科学上的这个需求 我们选择了目前的这个着陆点 中国的探月工程到今天为止 已经走过了二十年 应该说每一步走得都非常扎实 也非常精彩 后续我们对月球的探测还会进行